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近期因人工智能问题而引发的一场重大罢工 视频游戏表演者们,包括配音和动作捕捉表演者 与主要游戏公司如动视暴雪、华纳兄弟和华特迪士尼之间的合作谈判失败 导致了这场罢工 表演者们担心游戏公司会利用生成式AI来复制他们的声音和外貌 却不给予他们公平的报酬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但在AI使用保护措施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 这场由SAG AFTRA发起的罢工 重蹈了去年因电影和电视演员罢工而让好莱坞陷入瘫痪的负责 游戏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让步 但公会坚持认为这些让步还不够 并强调不会同意任何可能损害成员利益的合脱 这场罢工将对游戏行业和整个娱乐业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绵长的合脱谈判过程中 视频游戏表演者因人工智能、AI带来的潜在威胁 发起了罢工 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动视暴雪、华纳兄弟和华特迪士尼等主要视频游戏制作公司 他们面临来自美国电影电视演员协会 Sagay FTRA的压力 该协会代表着超过2500名视频游戏表演者 尽管双方在工资和工作安全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但AI使用相关的保护措施仍是一个难解的结 这次罢工并非突如其来 据BBC报道 这场工业行动源于Sagay FTRA和游戏工作室长达一年半的合脱谈判 表演者担心他们的声音和外貌被生成是AI复制 用于视频游戏角色动画化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 Sagay FTRA在声明中强调 我们不会同意一份允许公司滥用AI以损害我们成员利益的合脱 这句话像景中一样 在好莱坞的各大工作室中回响 Yahoo!US报道指出 这次罢工在7月26日凌晨12点01分生效 提前通知了许多游戏制作公司 包括动视制作公司 电子异界 Epic Games Take-Two互动 和华纳兄弟探索的WB Games 这些公司看似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劳工风暴 但未能在AI使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去年 Sagay FTRA曾因电影和电视演员的罢工 而使好莱坞陷入瘫痪状态 该协会通过那次罢工赢得了包括AI使用在内的保障措施 视频游戏表演者和工会间的分歧 不仅仅是关于AI技术的使用 还包括更高的薪酬、医疗待遇和动作捕捉表演者的休息时间 工会在声明中表示 视频游戏表演者的薪酬未能跟上通胀的步伐 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日益困难 而动作捕捉表演者则担心 他们的辛勤工作可能因AI自动化的侵蚀而变得无足轻重 这些表演者在皮肤或身体套装上佩戴标记或传感器 以帮助游戏制作者创建角色动作 The Independent指出 这次罢工正值视频游戏创作者中劳工组织活动激增之际 这一趋势是由过去两年的大规模裁员浪潮 和对AI驱动的工作流失或条件恶化的担忧所推动的 Sagay FTRA代表着约16万名演员和其他多行业的表演者 一直处于这场辩论的前沿 去年已经通过一场长达118天的大罢工 迫使电视和电影制作公司达成协议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Sagay FTRA最新的互动媒体协议 该协议为工会成员在游戏公司工作的条件设置了规范 这包括专职的游戏演员和动作捕捉艺术家 以及主要在电影和电视中出现但也参与视频游戏的演员 根据的说法 这十家公司包括动视制作公司 迪士尼角色配音 电子异界制作公司 Epic Games Insomniac Games和Take2制作公司 已经同意对配音演员进行AI限制 但对其他类型的表演则没有 视频游戏制作公司对工会的要求表示不满 代表十家公司的发言人奥黛利·库林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对工会选择在我们如此接近达成协议时离开感到失望 他补充道 我们的提议直接回应了的关切 并扩展了有意义的AI保护措施 包括要求所有在互动媒体协议下工作的表演者的同意和公平报酬 虽然双方在25项提案中的24项上找到共同点 但AI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场罢工对视频游戏行业来说并不是小事 Wedbush管理董事Michael Packter表示 配音演员在平均超过8000万美元的游戏开发成本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配音费用仅约50万美元 为了节省几十万美元而推迟游戏的发布是不值得的 Packter说 他认为一旦一个游戏开发商接受工会的要求 其他人也会跟进 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视频游戏行业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这次罢工 AI技术的快速发展 已经在游戏行业引发了工作流失 比如通过自动化概念艺术和市场营销材料 一项由连线杂志进行的调查发现 AI的应用已经开始侵入游戏制作的各个层面 这让许多表演者感到不安 Sage FTRA总裁弗兰德雷舍在声明中强调 我们不会同意一份允许公司滥用AI 以损害我们成员利益的合脱 够了就是够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游戏公司 也是对整个娱乐行业发出的警告 表明工会将坚持保护其成员的权益 不会让步 这场罢工的影响已经在好莱坞和游戏行业中引发广泛关注 视频游戏表演者的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所有在AI技术威胁下工作的艺术家们 他们的奋斗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都将深刻影响娱乐行业的未来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主要的视频游戏制作公司 如动视暴雪、华纳兄弟和华特迪士尼 正在面临好莱坞表演者 因人工智能、AI使用问题而发起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美国电影电视演员协会 SIGAFTRA发起的 旨在抗议视频游戏公司 在使用生成式AI来复制表演者的声音和外貌时 未能提供相应的补偿和保护措施 这场罢工的背景是长达一年半的合同谈判 涉及超过2500名视频游戏表演者 虽然双方在工资和工作安全等多个问题上 已经达成一致 但对于AI技术使用的保护措施 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表演者们担心 游戏工作室会利用生成是AI技术来动画化视频游戏角色 但不给予他们公平的报酬和必要的保护措施 SIGAFTR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雇主们拒绝以明确且可执行的语言 保护所有受合同涵盖的表演者 这是他们发起罢工的主要原因 该协会强调他们不会接受一份允许公司滥用AI技术 以损害成员利益的合同 另一方面视频游戏工作室则表示 他们已经对工会的要求做出了足够的让步 代表10家视频游戏制作公司的发言人奥黛利库林表示 工会选择在谈判接近成功时罢工令人失望 他补充说提议已经包括了有意义的AI保护措施 以及对所有在互动媒体协议下工作的表演者的同意和公平报酬 去年SIGAFTRA曾因电影和电视演员的罢工 使好莱坞陷入瘫痪状态 最终赢得了10亿美元的新工资和福利 以及AI使用的保障措施 这场罢工持续了118天 是该协会90年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 此次视频游戏表演者的罢工 则可能对游戏行业造成类似的影响 SIGAFTRA的成员还包括去年7月 因对人工智能缺乏足够保护 而罢工的电影和电视演员 这使得好莱坞在美国编剧工会同时罢工的情况下 停滞了半年 尽管电影和电视制片厂 由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 MPP统一进行谈判 但在游戏行业中没有类似的组织 因此某些游戏开发商 可能会个别接受工会的要求 除了人工智能保护外 视频游戏表演者合同谈判中的 其他紧迫问题 还包括更高的薪酬 医疗待遇和动作捕捉表演者的休息时间 SIGAFTRA表示 视频游戏表演者的薪酬 未能跟上通胀的步伐 并且动作捕捉表演者 在皮肤或身体套装上 佩戴标记或传感器 以帮助游戏制作者创建角色动作 也需要更多保护 虽然罢工可能会推迟某些游戏的发布 但分析师认为 在平均超过8000万美元的游戏开发成本中 配音费用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为了节省几十万美元 而推迟游戏发布是不值得的 这次罢工的结果 将对视频游戏行业的未来 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AI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 无论是视频游戏公司 还是表演者 都需要探索一个平衡点 以确保技术进步 不以损害工人权益为代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的视频游戏表演者们 正在努力争取一个公平的未来 他们的声音和形象不应该被无限复制 用于无尽的游戏续作和DLC 而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这不仅是对他们劳动的剥削 还是对他们个人形象的侵害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金银财宝能买到灵魂 但不能买到自由 我们不能让AI把这些有才华的艺术家 变成无名的数据点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我们要进入黑镜世界一样 但现实可没这么戏剧化 首先 视频游戏行业有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开发一款3A游戏动辄超过8000万美元 企业必须使用高效技术来保持竞争力 AI只是工具 不是大魔王 再说了 工会已经得到的AI保护条款 已经是娱乐行业最强的了 难道我们要把企业逼上绝路吗 谢奇奇 你这话可真是让我想起拿破仑的蛋糕论 让人们吃蛋糕去 你真觉得游戏公司会因为多付一点钱而破产吗 照这逻辑 雅历山大大帝当年就不会征服半个世界了 工会的要求是合理且必要的 AI的滥用会让表演者失去自主权和收入来源 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再说了 企业的利润总是优先于人的权益吗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雅历山大大帝 真是受宠若惊啊 但说实话 这不是利润和权益的对抗 而是现实和理想的碰撞 企业也是要生存的 他们要支付巨额的开发费用 运营成本和市场推广费用 再者AI可以解放人类 让艺术家们有更多时间创作 而不是担心怎么多录几句台词 难道我们不该拥抱科技 让它来帮助我们吗 哎 谢奇奇 你说的真是好笑 这让我想起了唐吉赫德里的风车站 你说AI可以解放艺术家 但这些艺术家们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艺术创作被机器取代 声音和形象被滥用 你说企业要生存 但这些大公司可不是小作坊 他们有的是资源和能力去满足工会的合理要求 就像曼德拉说的 自由不只是远离枷锁 而是尊重并增强他人的自由 这场罢工就是在争取真正的自由 哇 楚天书你还真是唐吉赫德的化身啊 不过现实可不是小说 企业如果无法保持竞争力 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产品 说到自由 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企业自由去创新和发展吗 就像莱特兄弟当年造飞机一样 他们也面对了无数的质疑和挑战 但最终他们飞了起来 AI是我们未来的工具 不是威胁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不是一味的对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吧 各位朋友们 今天要带你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戏剧性和人工智能 AI 纠葛的世界 视频游戏产业 目前 可爱的视频游戏表演者们正因为AI技术的使用问题闹起了罢工 这可让不少游戏公司头疼不已 哦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罢工 这可是好莱坞级别的大戏啊 首先 让我们看看这场罢工的主角们吧 动视暴雪 华纳兄弟和迪士尼等大牌游戏公司 他们可真是惨了 因为美国电影电视演员协会 SEGA FTRA代表的2500多名视频游戏表演者 因为AI问题罢工 让这些公司如坐针毡 事情其实蛮简单的 这些表演者担心他们的声音和外貌会被生成式AI技术偷去 用于动画化角色 而他们却拿不到该有的报酬 公会的声明响亮而坚定 我们不会同意一份允许公司滥用AI 以损害我们成员利益的合同 好一个庞大的维权行动 在这场戏剧性的罢工中 双方就在工资和工作安全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但在AI技术使用的保护措施上却僵持不下 SEGA FTRA去年因电影和电视演员罢工 已经让好莱坞陷入了瘫痪状态 这次他们依然不打算退让 代表是凭游戏公司谈判的发言人奥黛利库林也很无奈 他表示 我们对工会选择在我们如此接近达成协议时离开感到失望 唉 看来这AI问题还真是不容易解决啊 更糟糕的是 这次罢工并不是突然之举 SEGA FTRA为这次罢工已经酝酿了整整一年半 从2022年10月开始商谈 一直到2023年7月才决定罢工 这期间 工会成员在9月以98.32%的赞成票授权罢工 可见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这些表演者不仅仅是配音演员 还有动作捕捉表演者 他们在游戏中的角色可不只是声音大使 而是整体的角色创造者 重头戏来了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关于AI技术的限制和补偿 SEGA FTRA推动对AI生成的数字复制品的使用进行限制 并要求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必须支付补偿 然而 视频游戏公司似乎对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感兴趣 这是什么情况呢 谈判委员会主席兼资深配音演员沙拉 埃尔马来赫说得好 我们拒绝这种模式 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一位成员 也不会再等待足够的保护 这场风波的背后 其实是整个游戏行业劳工组织活动的激增 过去两年里 大规模裁员和对AI驱动的工作流失或条件恶化的担忧 让这些表演者彻底燃起了维权的火焰 看看暴雪娱乐的员工们 他们组成工会的速度也是快得惊人 这可真是让人感叹团结就是力量啊 总的来说 这次罢工展示了视频游戏产业内部的一场巨大变革 工会和企业之间的这场斗争 无论结果如何 都将在AI技术的使用和工人的权益保护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对于我们这些玩家来说 或许要做好心理准备 未来的游戏更新或许会慢一些 但也许这些缓慢更新的背后 是一个更公平 更人性的游戏产业环境 那么 亲爱的游戏迷们拿起手柄 且玩且珍惜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多小时候 优优独播剧